最近一段时间,山东辽城如母杀人案,舆论沸沸扬扬 很多明星大V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 3月26日晚上,黄毅勤夫黄毅清微博在提起 与黄毅当年因为女儿当当抚养和探视权一事 来阐述自己法律大于情感的立场 当时对他恨之入骨,甚至绝望到很认真考虑过跟他同归于尽 把他杀了 黄毅清微博中写道 不过黄毅清表示,最后冷静下来考虑再三后,还是没有那样做 很多网友表示,黄毅黄毅清的事情和这个案子本身性质完全不同 呃,我觉得两件事根本不能混为一谈吧 孩子妈不让你见孩子,但她又没有虐待过孩子 不过后来黄毅清微博关闭了这条内容的评论 2013年1月,黄毅黄毅清爱女当当诞生 不过当当还没满周岁 也就是2013年11月份 黄毅和黄毅清这对曾经欢喜后来冤家的夫妻 就开始在微博上掀起口水大战 2014年7月,两人正式宣布离婚 此后关于女儿当当的抚养和探视权方面 双方各执一词,一直争执不休